近日《乡村爱情》中王常贵的扮演者王小宝直播短片曝光 他在直播过程中谈到谢大脚扮演者余月仙 并说余月仙是一个非常优秀且敬业的演员 王小宝表示自己并不是专业科班出身 一开始并不懂怎么去讲台词 余月仙一直鼓励他并且一点点教他 此外 王小宝表示常贵没了大脚 自己也像丢了魂 还透露不想再接着演乡村爱情了 他说 往大脚超市一站 让我怎么办 说完累撒直播间 除此之外 王小宝还爆出了一个离奇事件 原来在《乡村爱情》最新一部杀青的时候 余月仙特意当着大家说了一句 杀青了 终于彻底杀青了 当时王小宝心里觉得不对劲 因为两人一起拍了近20年的戏 余月仙从来没说过彻底杀青二字 在此之前 王小宝还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常文悼念余月仙 他写道 看着你被婉联围绕的照片 还在怀疑这是真的吗 大脚一路走好 自恋行间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真一切 正如王小宝所说 没有谢大脚的《乡村爱情》便会少很多味道 也尊重他的选择